记者庄世新台北报道,月融集团插旗台湾在台南兴建月院饭店,预计将于2020年开幕为月融集团在台湾兴建的首家饭店,未来台南旅游有新选择。 月融集团与雅过游艇集团合作取得台南是安平港的游艇码头度假村综合开发案,并将引进月融集团旗下的年轻活力品牌月院计划在安平港打造全街和游艇码头与度假村的大型复合观光旅游区。 今30日在台南安平商港内举办先期工程动土典礼启动仪式后,雅过游艇集团董事长侯又林与月融酒店和度假村台湾区行销处总监书甄甄正式签约,为双方合作计划揭开序幕。 雅过游艇集团以创造国际机游艇收器生活圈为理念,以高雄亚洲新湾区为起点,积极在全台开发优质游艇码头台南安平游艇城开发案,是雅过游艇集团今年重要的计划。 雅过游艇集团以游艇码头度假村、海洋学校、主题商场等四大开发主轴,开发面积为12。 7公顷涵盖陆域酒,7公顷水域3公顷,并将新建超过150个博位的国际级游艇码头,以及开设航海学校推广帆船、海洋等相关教育活动。 陆域部分雅过游艇集团与新加坡月融集团Banyan Tree合作,在此区新建群台首岸的月圆酒店,酒店位地下2楼,地上12层楼高。 规划177间客房。 每房间有景观大阳台、旅客下榻安平月圆酒店,无需出门即可欣赏安平戏照。 此外,饭店还有Villa别墅区,提供旅人不同的住宿体验与选择。 月融集团旗下涵盖月融庄、月纯度假村、月联及月圆等不同品牌。 旗下饭店共计41家酒店,月圆酒店位月融集团旗下的年轻活力品牌。 月融酒店和度假村台湾区行销总监书珍珍表示,首次在台设点选择安平,是因牙过游艇集团有丰富游艇服务资源。 可在高雄、澎湖、台南等地以游艇服务国际观光客,再加上俯成浓厚文化底蕴与人文风采等文化,提供旅人多元旅去月融集团进入待进高规格设计元素及国际高品。 直酒店管理 为旅客提供独特旅游服务,雅果游艇集团董事长侯又林与月融酒店和度假村台湾区行销处总监书珍珍正式签约,为双方合作计划揭开序幕。 记者庄氏先设月融集团与牙过游艇集团合作取得台南是安平港的游艇码头度假村综合开发案。 计划在安平港打造全街和游艇码头与度假村的大型复合观光旅游区。 记者庄氏先设 记者庄氏先设计划 发布,赞,有点赞 计划